还记得曾经卖爆了的法式小面包吗? 顾名思义,它来自法国,后来被国内几大品牌改良配方以后, 之所以能深受大众的喜爱,就是因为它在改良配方的同时, 还保留了地道的法国味。 今天就把做法来分享给你们。 做这款面包,同样还是需要用种种法来做。 我们先来做种种面团,将屏幕上的所有食材倒入碗中混合均匀。 今天这款面包的用量不大,所以全程我都是用手揉的方法来做的。 揉这个种种面团,不需要揉得太久,只需要表面略微看起了光滑就可以了。 种种面团,最好采用低温发酵。 冬季,咱们南方的室温比较低,所以我就直接放置室温发酵了。 等待面团发酵至两倍大以后,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主面团。 和以往种种不同的是,这里会供到低筋面粉, 加入低筋面粉的作用,就是为了提高面包的柔软度。 降低韧性后,面包就不至于发干发硬了。 但是这个量也要控制好,不能用得太多,不然也会影响口感。 我们先用刮刀将主面团的所有食材混合均匀。 再将发酵好的中手面团加入,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 当面团揉至表面光滑以后,我们加入一块软化好的黄油继续揉面,揉出延展性。 这款面包不需要出手套膜,所以也就不用展示手套膜的效果了。 当然,想要口感好的话,尽量揉得越光滑越好。 揉好的面团,我们将它等分成12个小剂子。 再将每个小剂子分别团圆,盖上保鲜膜,松弛15分钟。 松弛好的面团,我们来做一下整形。 整形整得好,也是面包能够拉丝的关键。 具体整形的方法,按照我的操作来就好。 整形好的面团,我们需要将它放入烤箱,进行二次发酵。 这个时候,我们来做一下表面的墨西哥酱。 黄油,我们需要加热融化,再加入细砂糖,将它搅拌均匀。 大致混合一下后,再倒入低筋面粉,将它们翻拌均匀。 之前剩下的蛋液,这里也正好不用浪费,全部加入进去。 要注意,蛋液一定不能是冰的哦。 搅拌至这个状态,墨西哥酱就完成了。 面包发酵至两倍大以后,我们将墨西哥酱挤在面包的表面。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,用180度烘烤20分钟。 如果你加烤箱容易上色过度的话,烤到最后,最好加个一张锡纸。 出炉啦,这款面包烤出来真的特别的香。 外层是奶香味的脆皮,内部组织非常的柔软。 拌开以后,组织非常的细腻。 即使不用厨师机,用手揉,也能做出绵软拉丝的面包。 有兴趣的小伙伴,赶紧动手试一试吧。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儿了。 我是曼曼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